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不能因为你是这个会员来赚钱的 那如果是你想成为赚钱的这个机制的话呢 你就必须有我们的代表了 我们称为营业代表 怎么成为呢 那一次过的注册费是100块钱 那每一个月有10块钱的维持费 那换句话说 那我会鼓励大家 我们的勃金会员制度和这个代表制度一起加钱 是510 那每一个月呢 有110的这个维持费的 那因为我们环女师弟集团呢 是个旅游俱乐部 所以会员都有特权 都有好处 那我们旅游的时候 不如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所以当你可以邀请四位朋友 也成为我们的勃金会的话呢 只要有四位朋友 你就永远不用再缴月费 我们说推荐私人免月费 那不光是你不用缴月费 如果是你在介绍两位朋友的话呢 就是总数六人 那在我们世界环女集团 每一个人当你推荐的时候呢 公司会给你50块钱的介绍费 那六个人乘50 是不是你就有300美金呢 但你可能说 那Jerry老师那是不是只有六位呢 不 你可以无限的推荐 多少人都没关系 再来 你可能在28天之内 推荐至少六个人 公司又另外给你250 那你猜猜看 300美金的推荐费 再加上250的快速奖金费 加起来就是550 你早已经把你的会员费 给赚回来了 不是吗 那除此之外呢 刚才我说过 第一个是你的推荐费 第二个是你快速奖金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对碰奖金呢 何谓对碰奖金呢 只要你将你的这六个朋友 分成三左三右 那每三左三右当公司的 这电脑看见之后呢 每三左三右就是一对 每一对就有一个对碰奖金 那是100块钱 换句话说 三左三右100 三左三右100 那就是你对碰奖金了 可是在你加入的六十天之内呢 三左三右不是100 而是200块钱美金 换句话说 你的五百五十 再加上200块钱 总数就是七百五十了 那你把你的这个成本 也收回来了 而且还不用缴每个月费 连本代理回收 你不觉得是个好吃吗 免费的会员制 而且还是免费的事业 多棒了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 我们如何回本呢 现在跟大家谈一谈 在我们世界环利集团 我们怎么回馈了 当年是我们的这个 国金会的时候呢 记不记得 你的一次过注册费是三百块钱 那同样的 当你一次过 交你的这个会员费的时候 公司也会返回馈给你三百积分 一个积分为一块钱美金 那我们称呼这些积分呢 叫做旅游积分 那这些积分要来干什么呢 就是去选择一个梦幻之旅 你可以马上选择一个梦幻之旅 去看看这个世界 去圆你的梦想 那如果你是选择三百积分以下了 当然你就是去免费 而你选择三百积分以上的 你只要需要补差价就可以了 好 那换句话说 很多朋友们就用这个机会去看世界了 很多朋友加入世界梦幻之旅的配套的时候呢 他其实只是要去玩去看世界 那换句话说 他不推荐人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交一个 一百一十美金的月费呢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当然每一个月交一百一十的月费的时候呢 公司员返回馈给他一百的积分 当我们交一百一十十二个月的月费时呢 当然我们就有一千两百的旅游积分了 那十二个月后 公司因为将这一千两百的旅游积分 还给你 干什么呢 我们又可以去不同的梦幻之旅 用批发价 带着全家人去四五星级的梦幻之旅 你觉得好不好 那不光是这样子 当我们在去梦幻之旅的时候 我们会拍照放上我们的社交网站 当朋友看到你社交网站 你去哪里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花多少钱 当他们知道你用这么点的价钱 带着全家人去领收的时候 他们就问你 怎么可能 那个时候你告诉我们 有关我们的世界环理集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加入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刚才我说过 推荐私人免月费 从此之后 您再不需要带交月费了 你不光是不需要带交月费 而公司依然给你 每一个月一百的积分 一直给你十二个月 你又有一千两百分的旅游积分 既不用缴月费 可是又有一千两百分的旅游积分 带全家人去旅行 你就放不放 那除此之外呢 那如果你是推荐人 推荐你的朋友 那加入世界环理集团 而他们也加入是搏技的话 他们可以得到三百的旅游积分 而你的好处是什么 你又有两百的旅游积分 换句话说 我推荐一个人 我有两百的旅游积分 如果推荐六个人的话 我又有一千两百的积分 那我能不能说 我们赚得了一个旅游呢 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的回本回馈呢 现在跟大家分享 我们是如何赚取我们的奖金的了 那记不记得我刚才说过 三左三右就是一个对碰 三左三右是个对碰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当公司在电脑看到你三左三右是什么 这三左三右的朋友 你会不断的倍增 会介绍更多朋友 进入我们世界环理集团 去分享去享受这样的优惠 当他累积没有时间限制 十五左十五右的时候 也就十五个伯金会员在左 十五个伯金会员在右的时候 我们称呼你为这个资深代表 那每一个星期的对碰奖金 三左三右一百 三左三右一百的最高奖金 是两千块钱美金 那我们每一个月的被动收入 最高的是五百块钱 那换句话说 这个聘接最高的奖金呢 是八千五百块钱了 当我们的朋友们不断的分享的时候呢 从十五左十五右 累积没有时间限制 到四十五左四十五右的时候呢 我们称你为这个总监 那总监的时候呢 你每个星期对碰奖金 也是最高 是两千块钱美金的 可是你的被动收入 竟然是两千块钱 最高的被动收入奖金 换句话说 这个位阶就是我们的总监位阶呢 它的最高收入是一万块钱 当我们的这个人数 从四十五左四十五右 那累积没有时间限制 两边加钱为两百人的时候 我们称你为市场总监 那市场总监的时候呢 我们叫做MD啊 市场总监的时候呢 你每一个星期对共奖金 是五千块钱 那你的被动奖金 也是五千块钱 那当然 你的总业绩呢 可以 你的总收入呢 可以是两万五千块钱的 那当你的人数倍增到四百五十人的时候呢 我们称你为区域市场总监RMD 每个星期 你的奖金是一万块钱 最高 那被动收入也是一万块钱 那当然 你的聘监一个月最高收入呢 是五万块钱的 当我们从四百五十人 累积没有时间限制 到九百人的时候呢 我们称你为国家市场总监 那NMD 那NMD呢 他每一个星期对共奖金最高是多少呢 NMD每一个星期对共奖金最高 是两万块钱美金 那当然你的被动收入也是两万 那这个聘监最高的收入呢 是十万美金的 那最后 当你累积没有时间限制 从九百人一直被增到一千五百人的时候 你们你就称为这个环球市场总监IMB 那IMB的时候呢 你每一个星期对共奖金最高是两万五美金 那你的被动收入一个月最高呢 是五万美金 总计十五万美金的 那当你是你的这个RMD和NMD 也就是你的区域市场总监 和你的这个国家市场总监的话呢 你除了赚取你有的这个奖金 公司另外每一个月 会给你一千块钱的车的津贴 那当你是这个环宇市场总监IMB的时候呢 公司不光是给你你的奖金 同时每个月会给你一千五百块钱 车的津贴 还有三千块钱房屋津贴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世界管理集团 奖金就是那么简单 好复制 好做 那你要记得了 在这里 先机是最重要的 朋友们 不要再等 马上加入我们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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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